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呢,咱们继续学习HTML的标记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呢,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PIE,一个是Code标记 我们分别看一下它们的定义 PIE标记呢,它是显示格式画后的文本 包含在PIE标记中的文本呢 通常都会保留空格和换航符 而文本呢,也会以等宽的字体来显示 通常情况下呢,浏览器呢 其实是按照下面的规则来显示网页中自然段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通常的显示方式 首先是连续的半角空格会被压缩成一个半角空格 第二个呢,是TAM文字会被处理为一个半角空格的字符 接下来是换航符会被处理为一个半角的空格 也就是说它不会自动换航 最后呢,自然段等文本呢 它会按照浏览器的宽度来自行换航显示 而在PRE标记中呢 以上的规则全是无效的 PRE内的文本的内容呢 会按照HTML标准的固定格式显示在浏览器上 浏览器之间呢 只会有小的差异 不会有大的不同 我们在浏览器中 如果想显示格式化好的这些个文本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PRE的标记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标记 code code标记是计算机语言的代码的描述 如果咱们在网页中有这个程序原代码等描述的话呢 则应该加上扣楼标记 并且配合PRE标记进行使用 另外,根据程序语言的种类不同呢 我们可以为扣楼标记加上一个language-号 然后是语言名称的这样一个类属性 使文档呢更加的清晰 以便于搜索引擎进行查找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例子来看一下这两个标记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在这里呢想写一个java脚本的一段代码 那么在最外层我想一个PRE标记 紧接下来是个code标记 大家看class这个地方 我用到了language-java脚本的这个写法 来说明我code呢是一段java脚本的code 或者叫xava脚本原代码 这个地方呢就是普通的java脚本 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现在我把这个例子放到网页中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大家请看这个呢是一个标准的LTML5的网页 咱们先看一下主内容部分 就是这个man部分呢 有一个标题 这是一段java脚本的代码 然后呢下面的PRE部分呢 和刚刚的代码是完全的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在里面呢套了一个code标记 code标记呢有一class的属性 代表是language-javascript 这一段呢是javascript代码 好的,咱们现在把它运行起来 看看实际是一个什么效果 好的,网页已经显示出来了 咱们大家看中间这部分内容呢 就是咱们PRE区域里面的内容 它的显示的方法 和咱们在html网页中 所写的代码呢是完全的一样 比如说前面这些个就是多余的空格 在网页上呢也看到一些多余的空格 那么咱们如果把这些空格都去掉的话 咱们再看一下实际网页显示出来的效果 好的,大家请看 左端的空格呢已经消失了 而现在显示的结果和咱们在html中显示的内容的结果是完全的一样 alert前面的空格呢被保留了下来 好的,接下来咱们把PRE标记删除掉 咱们再看一下网页显示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请看 刚刚的代码区呢被压缩成了一行 空格以及回车呢都已经看不到了 代码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晦涩难懂 这个呢就是PRE标记所给咱们带来的便利性 咱们尤其在网页中显示格式化好的文本的时候呢 用它是非常的方便 好的,今天的代码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段代码呢我已经放到了看中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下载参照 OK,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